乌克兰上百个城镇早前遭到俄罗斯猛烈空袭后 乌克兰军队星期六相信是展开报复 轰炸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别尔戈罗德 造成将近百人死伤 与此同时俄军也宣布夺下乌克兰东部要塞 马林卡拓展在顿孽茨克的行动区域 在俄乌边境以北的俄罗斯城市别尔戈罗德 市中心在星期六突然发生连串爆炸 多辆轿车在熊熊大火中被烧毁 也造成包括一名孩童在内的14人死亡 另外有近百人受伤 俄罗斯政府随后指控 这是一场乌克兰军队发动的无差别袭击 除了呼吁民众紧急避难 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 回应这起攻击事件 虽然基辅方面没有做出官方回应 不过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报道 袭击别尔戈罗德的确实是乌克兰军队 已报复日前俄军在境内的地毯式轰炸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宣布 俄军在逼退乌克兰守军后 占领了顿涅茨克西南部的重镇马里卡 普京更表明随着夺下制作防守兼顾的要素 俄军的行动区域已经扩大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则形容 这是俄军自今年5月攻克巴赫木特之后 所取得的最大军事进展 也意味着能够有效牵制乌军的进攻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同一天发表电视演讲时 证实俄军连续多天的轰炸 导致乌克兰有超过120个城镇和乡区被摧毁 死亡人数上升到39人 泽连斯基透露目前 尼哈尔科夫的救灾行动还在进行中 急救人员尝试清理瓦力堆寻找生还者 泽连斯基警告 俄罗斯将会对一系列的袭击付出代价 基辅正在着手生产更多武器 以投入接下来的战争 好 好 好 在下面的那裡 掩訪 掩訪 中文字幕提供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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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